名人从小就是孤儿 那么他是和谁的奶长大的 这个问题缠绕了我许久 但我在火影这段原创剧情中得到了答案 在这里名人并不是孤儿 水门和自来爷也并没有死 与之波全族也安然无恙 这段剧情就是出自与之波般发动的无限阅读中 刚手做的梦里 在梦里 自来爷又写了一部新小说 名叫自来爷人法帖 传闻许久前 村里有只实力强大的九尾妖狐 正在大肆扰乱着人界 身为漩涡一族的血脉 久西奈准备发动禁术与九尾同归于尽 水门见状极力劝阻 他说道 就算是与九尾同归于尽 也不能完全将其封印 可以先将九尾查克拉封印一半 剩下一半用八卦封印 封印在刚出生的名人身上 在这里 水门夫妇都没有被九尾刺穿身子 他们一家全部都存活了下来 名人也慢慢长大 享受了该有的童年 变成了名副其实的木野太子 虽体内封印着尾兽 村民们也都对他有些许厌恶 但既然于水门 他们也只能对名人敬而远之 这一天 名人来到了雨之波的门前 去接佐助执行任务 见到名人的佐助 依旧是一副嫌弃模样 但我们的名人 并不嫌弃二柱子 他们俩人一起结伴而行 很快第七班集结了 但在任务开始前 卡卡西让他们先自由练习了一段时间 佐助一直认为 名人是组里的吊车尾 因为父亲是活影的原因 才一直没有被开除 名人听后 立马要与佐助大战三百回合 但他却被佐助用狮子连弹 一回合给打倒了 提出不行 就比赛跑 谁先跑到山头 就算谁赢 名人率先抢跑 他一路宽奔 进行着教科书般的 忍者跑教学 但他只顾着眼前 却没有注意脚下 一脚踩空 掉入了悬崖 危机关头 他想到了自来爷 叫到他的通灵术 潜意识下 来到了被封印的九尾门前 借入了部分九尾插克拉 并结下了通灵术 哈姆文泰就此登场 另一边 卡卡西左处 在寻找着名人 见到了掉入悬崖 却安然无恙的名人后 左处显然有些吃惊 没过多久 第七班来到了火影办公室 没想到同期的小伙伴 全都被叫来了 原来是不久前 木叶小分队里 有几个上人全部失踪了 只有下人逃了回来 所以水门推断 敌方的人者 不会对木叶的下人出手 卧槽 这是什么逻辑 哦 我懂了 木叶下人 才是木叶的最强 接下来 水门派给十二小强的任务 就是去搜寻那些失踪的人者们 各班都会沿着木叶外的不同路线 前往着不同的目的地 到达目的地后 一旦发现线索 要立马通知大家 就这样 十二小强处发了 在前往目的地的途中 卡卡西分队 先是发现了几只忍蝶 名人看到忍蝶 说什么都要去抓几只 左处有点担心 也跟着去了 俩人走后不久 卡卡西就突赶不适 突然 地里长出了大量 类似角度的触须 将卡卡西团团围住 硬生生地 给拽进了图里 小英缓过事来 回头一看 老师却不见了 只留下了水门 赠予的忍爱苦 另一边 其他的带队老师 也都是出现了这种情况 先是胸口阵痛 然后就被触须 给带进了图里 每个班的带队上人 都已消失不见 此时树上 站着一个头带斗笠的男人 正邪笑地盯着他们 左处决定 先带着名人和小英 去找其他小队会合 但在半路 却突然被人给拦住了 只见此人头戴斗笠 手拿镰刀 他就是小组织中的飞段 飞段没有废话 直接把武器扔向了名人 名人跳起躲避 飞段用力回拉 好巧不巧 正好刮伤了名人的脸庞 伴随着飞段 填示镰刀上的血液 他的诅咒随之开启 只见飞段从怀中 掏出了黑棒 朝着自己 用力的捅了下去 同样的伤痛 也转移到了名人身上 原来被飞段捅上的名人 只是个影分身 伴随着一声惨叫 名人突袭而来 一招名人连弹 将飞段打翻在地 飞段起身挣扎 跳向后方 这时大量的处须出现 二话不说 变向捆绑小英 佐助肯定不乐意 一招毫护球 连着飞段 也一起给烧没了 原来是角度 把飞段带走了 他们正背着卡卡西 朝某个方向跑去 话说 这是要背着卡卡西 他们就换钱吗 哦 原来 他们之所以 袭击名人一行人 是受人雇佣 他们的目的 就是抓走各带队上人 与此同时 鹿丸小队 也遭遇到了敌人的袭击 在丛林深处 先是飞来大量的指手里剑 然后又是一招 封盾裂风掌 因此现状 使用肉弹战车回击 他冲在了最前面 但没多久 也被一招水盾 取了锅 给冲了下来 那些指手里剑 也慢慢地开始了回潮 组成了一只蛤蟆 赫然地出现在了 鹿丸等人面前 蛤蟆头顶出现了 三人模样 他们分别是 迷岩 长门 小南 气氛一度紧张到了极点 但就在下一秒 迷岩完美地缓解了 这紧张的气氛 并与鹿丸等人 开始了战斗 小南率先使用 尸身之舞 对战警野 长门使用了 风盾 猎风掌 对战钉刺 而鹿丸则是 在用苦 对战着迷岩的长剑 而在战斗中 鹿丸却发现 这几人好像故意 在把他们 引到某个指定地方 鹿丸小队 成功被带到了一个村庄 村中很奇怪 一个人都没有看到 为了防止敌人 设置埋伏 鹿丸决定 等待其他小伙伴 找来之后 再做行动 可无意中却发现了 村中的两个小孩 原来这两个孩子 是回家拿玩具熊的 鹿丸准备上前询问 而此时的迷岩长门 正在小孩家中 长门看到 露完头戴木叶护鹅 再加上在房间中的情景 瞬间想起了 自己父母遇汗时的模样 卧槽 这是轮回眼中的 哪门子什么武功了 直接都把房子吼塌了 见况不妙 小男赶忙喊醒了长门 长门虽然醒了 但是房子却塌陷了 孩子们也都因为 长门掉入了地下 长门深感愧疚 赶忙跳下去救人 经验本想一起下去 却被鹿丸拦住了 因为他们现在 在执行任务 必须先离开村子 另一边 名人和小李的队伍碰头了 双方开始互换 各司的情报 宁斯表示 在凯老师消失前 自己曾看到地下 有查克拉流动 借此追随查克拉方向的话 基本是可以确定 敌人的位置 言语间 远方出现了一缕黑烟 是房屋塌陷后 所产生的鱼粒 各小队都注意到了 这一情况 纷纷朝着村子赶来 画面一转 陆安等人 遇到了一个 貌似正在祈祷的女子 从女子口中得知 她就是那个村子的村民 在不久前 村中有个信徒通知他们 说村子 马上会变成战场 让其所有人 都暂时到安全的地方 先行避难 而女子拜奉的 则是一位名叫 真导大人的神灵 神灵就住在地下 陆安觉得事情不太对 决定要去祠堂查看一看 来到司堂后 陆安发现地板上有暗格 打开一看 在地下 原来真的有怪物存在 一只巨型的山蕉鱼 正在水中游荡 他身边 就是刚刚掉下去的 两个小男孩 原来此鱼 就是传说中的 真导大人 现在的他 正准备一口 吃掉眼睛的男孩 男孩害怕极了 紧闭着窗眼 但当他再次睁开眼时 小男却出现了 他化身为天使 救下了他们 长门和迷岩 也都身在其中 盗嘴的食物被抢走了 山蕉鱼有些生气 与三人展开了搏斗 令人没想到的是 山蕉鱼竟然是有两条 其中一条缠住了迷岩 另外一条 攻向了小男 前军一发之际 钉刺出现了 背花之树 加肉蛋战车 狠狠地砸向了这条鳄鱼 水花被剑得飞起 两个小男孩 掉入了水中 长门俯身救下一人 眼看另一个孩子 要被山蕉鱼吞下时 这只鱼 却愣在了原地 是陆安发动影子 模仿树 起了效果 就在鳄鱼被控制的期间 迷岩趁机上前补刀 一刀就了结了 这个所谓的真导大人 随后 长门看下了陆安 他觉得眼前几人 是不一样的木叶忍者 事件结束 名人等人 也都赶到了村中 在村子道路中 立放着一个黑影 黑影中 显现的就是 各位老师被困的场景 里面还传来了 不明忍者的声音 想救人就过来 不过来的话 就把他们全部处死 说话的 正是整个事件的幕后黑手 名人直接朝着黑影跑去 宁次看到名人 下意识地也跟了上去 伴随着两人的进驻 黑影消失了 所住小李等人 留在了原地 满脸奋套 在黑影里 宁次名人 见到了神秘面具男 眼前之人 正是抓捕老师的幕后黑手 眼前的面具男 不仅拥有着日像家的白眼 论其点缺手法 甚至比宁次等日像族人 更为娴熟 他究竟是谁 今次 我们就继续来讲 自来以人法贴重的剧情 在山交于事件结束后 陆湾小队 为了弄清楚 阿斯玛等人的消息 与长门密言 开始了谈判 但话不投机 聊半句都是多余 两小队似乎马上又要开打 各自掏出了鼓舞 准备战斗 伴随着一声狗叫 打破了僵局 原来是牙和厨田 他们赶到了 长门见有援兵 也只能选择离开 陆湾和牙的小队 成功会合 接下来 就是去找佐助和小李他们 但此时的佐助和小李 正在为了宁次和名人的事 吵得不可开交 佐助认为 当下应该先回村子 报告情况 而小李却认为 应该率先救助同伴 意见不合 各本东西 佐助带着小鹰离开了 小李则像是无头苍蝇 带着天天 在村庄中乱跑 画面一转 神秘人这边 正带着名人和宁次 准备去翻阅 木野村中 那些不可见人的往事 他们先是来到了一扇大门前 大门打开 里面显现的是 日向族人和三代火影的画面 原来他们在讲述 当年的雷之国的事件 话说 这一天木野刚与雷之国接了盟 而就在当天晚上 雷之国就直接派人去抓了雏田 但此人还未出木野村 就被日族给杀了 第二天 雷之国大明 非但不承认抓人一事 还把自己忍者被杀 当作借口 让木野交出凶手 日向日俗的尸体 为了避免战争 木野方也只好答应 在这段回忆中 我们可以看出 其实当时的日族 是想用自己的尸体 去换取木野村暗宁的 但被日向长老的 一句话给阻止了 他的这句话 没有一丝丝违反 甚至还有点理所应当 日差望向了众人 看到木野和日向族人 冷漠的表情 他一拳打向了 各个日族 你平时不是挺强硬的吗 随即日差向整个家族 说道自己恨过了宗家 这一次 他的替罪父子 并不是为了所谓的宗家 那是宗家のために 死を選ぶ それは違います 私は宗家を恨んできました 正直今でも憎い だからこそ あなたを宗家としてではなく 私の兄として守って 死にたいのです 日差的死 无疑是偉大的 然而 念俊男却告诉宁次 他的父亲日差临死前 所说的那些话 什么为了所爱之人 为了保护村子 全是自欺欺人 因为日差明白 自己在木野必死的命运 已无法改变 这种所谓的命运论 所谓的人界规矩 神秘男想要打破 既二 他想邀请宁次 一起去改变这些 甚至去改变整个人界 宁次听后 有些动摇 在旁的名人 能做的 也只是极力劝阻的宁次 宁次答应了神秘男的邀约 与他一同离开了 另一边 雏田也不负众望的是用白眼 找到了佐助和小英 但奇怪的是 树上倾占着宁次和神秘男 宁人去哪里了呢 来不及多想 因为此时丛林的另一边 也在潜伏着一个危险人物 他就是 赤杀之蝎 佐助自小的感知能力 就异于常人 他发现了不远处 似乎有什么东西在蠕动 小英认为 可能是雏田他们 幻影未落 佐助便起身 跳起朝着远处 只用了火盾攻击 一直未被打破 在活影里也是一样的 只见那赤杀之蝎 缓缓从烟雾里走出 看来是个急性子的臭小鬼 既然如此 那就开始吧 蝎的任务 本来是负责在暗处 盯着佐助和小英 只要不让他们离开就可以 但现在自己已经暴露 就只能用武力来牵制佐助了 另一边 牙和初天 鹿丸等人 发现了不远处的黑烟 他们断定是同伴所为 便都赶了过去 蝎和佐助的战斗一触即发 佐助先是尝试性的 拿出了苦扔向了蝎 蝎迅速应对 将苦打掉 并利用带剧毒的尾巴 进行缓击 这一击 佐助虽然是避开了 但很明显 他有些吃力 面对实力强大的蝎 佐助也只能再次选择 使用了火盾 因为火盾好火球 是现在的他 能应出的最强的攻击 熊熊大火 很快便包裹了蝎的全身 可没过多久 火焰便全被弹开了 只见蝎四手朝地 仿佛认真了起来 他蓄力是尾巴 二话不说 就朝着佐助扎了过来 成功击中了佐助的手臂 毒液迅速蔓延全身 没一会儿 佐助就晕倒了 佐助都晕倒了 小英你还不上 好 好的 我上了 我是让你上佐助啊 喂 就当小英要与蝎 再次展开战斗时 神秘男出现了 他警告蝎 不要让他乱杀这些木叶下人 否则自己将会出手制止 蝎听后 只能遵从命令 但临走前 他还是想与小英玩一玩 只见他口头芬芳 并同时扔出了戴友 刺的手臂 砸向了小英 小英翻身躲开 纵身一跃 借助着空中阻力 狠狠地砸了蝎一拳 蝎似乎想起了前世的记忆 看了一眼小英后 赶紧跑了 击退了蝎 小英来到佐助身边 使用着医疗忍术 帮佐助将毒素 全部引了出来 看样子是没有生命危险了 但佐助依旧还在昏迷 在昏迷中 佐助想到了自己小时候 与父亲学习好火球的画面 平时都是哥哥幼在教自己 今天还是第一次跟父亲学习 为了得到父亲的认可 佐助将查克拉凝聚在了胸口 随后 看到眼前的佐助失落的模样 傅月委婉地说道 或许你现在学这个树 还为时尚早吧 但佐助又怎么会不知道 自己的哥哥幼 在这个年纪 早已将此树练得炉火纯青 想到这里 佐助从昏迷中醒了过来 本以为蝎已被小鹰打跑 可那叱咤之蝎 却再一次地出现在了佐助面前 并发动了S级忍术 百级操演 另一边 小李和天天正在树林中 寻找着凯老师 突然四周树上都布满了起爆符 阻断了小李原来的路线 是小男在使用起爆符 将小李天天引向佐助他们附近 刚好牙和鹿丸 他们也赶到了这里 终于十二小强要聚齐了 他们来到了佐助所处的位置 被眼前的一幕彻底震惊 数百具傀儡 个人的屹立在了众人面前 神秘男正在不远处和宁寺 在观察着十二小强 他想看看 这些新生代人者们 会选择哪一条路 不仅如此 迷延他们也在不远处看戏 他也想知道 十二小强是会选择突破傀儡 还是放弃突破 左处非常的固执 执意要回木叶村报告消息 还开启了喜伦岩 只身一人冲进了傀儡阵 熬火球再次铺满了屏幕 虽烧死了几只傀儡 但还有几十只 一人面对如此阵仗 属实有点吃不消 千军一发之际 小李一惊木叶炫风 成功就场 小李虽和左处 想法不同 但他和左处是同伴的事实 是不变的 众人听到小李的话 也都纷纷加入了战场 钉子的肉弹战车 小鹰的怪力 犬种牙的牙童牙 雏田的柔拳 左处和鹿丸的体数 也都尽显风采 先看到自己的傀儡 被如此遭见 不免的大怒 他又再次使用了百截操炎 更多更强的傀儡 出现在了十二小强面前 傀儡之术已难以抵挡 紧急关头 明人竟出现了 只见他使用着多重影分身 手持着螺旋纹 明人为何会出现在这里呢 他不是被神秘男用点穴 封印在了一空间里吗 原来是明人肚子中的九尾封印 救了他 在封印中 藏流有着水门坐下的飞雷神记号 自来爷就是依靠这个标记 使用了蛤蟆口腹之术 找到了明人 见到了老实自来爷 明人显然有些兴奋 说什么都要给自来爷炫耀一下 自己刚学会的通灵之术 咦 什么情况 之前我明明可以召唤出来的 明人有点懵 然而自来爷却告诉他 之前他能召唤出蛤蟆文泰 是因为借出了九尾的力量 自来爷认为 九尾的力量是可以帮助明人对付神秘男的 于是决定稍微削弱一下 明人肚子上的八卦封印 可这么做也会有一定的风险 九尾可能会占据明人的所有意识 但明人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 相信大家也早已有目共睹 随后自来爷同龄出了卷轴蛤蟆 对着明人的肚子开舍了施术 肚中的九尾插克拉大量的涌现了出来 没多久 明人的身体就出现了三只尾巴 眼睛也变成了狐狸状 随后演变成了一只黑球 明人的意识正在逐渐消失 慢慢的变成了半尾兽化的状态 自来爷没有办法 只能掏出一张 可以再次封印九尾力量的纸条 他慢慢的向明人走去 可没想到现在的明人竟如此凶悍 自来爷见状 直接对明人发动了捆绑忍术 可却被他轻松的给挣脱了 刺猬状态下的明人 力量与速度都明显强于自来爷 几个回合过后 随手一个拍截 将自来爷给打飞了出去 能封印九尾之力的枝条 也已掉落 胸前也出现了很深的伤口 乌台崩坏之术 切切实实的砸中了明人 本以为此数作效 但没过多久 明人又一次挣脱了 自来爷的伤势逐渐恶化 他使用了浑身解术 勉强的靠着土盾 黄泉爪 在限制明人的行动 明人也似乎冷静了下来 在他的内心世界中 他还没有完全迷失自我 他想起了与父亲水门 以及修炼螺旋丸的日子 想起了外界 还有其他伙伴在等着自己 然后 他直接原地对皮生化成了龙 就这样 明人变强了 自来爷因为伤势 先回到了木叶 临走前 他使用了逆通灵术 将明人传送到了 组住他们附近 然后就是刚刚看到的画面 众所周知 明人是一个组织 他使用着多重影分身 用数百个文体 在对抗着数百巨傀儡 场面一度惊待了在场的所有人 不一会儿 明人就解决了所有的傀儡 谢见事不妙 也释放了烟雾 逃离了现场 木叶十二角强 纷纷对明人 投来了仰慕的眼神 当然出了佐助 就这样 木叶的下人们 在陆王的带领下 准备一起去救助卡卡西 等各带队上人 再次来以人法体中 完美还原了这么一个个 木叶的上人谁都打不过 木叶的下人 谁都打不过 我是大鸡君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